我有辦法一天就開八個會 就跟八個節目開會 所以這個好像在講我 因為我也是 怎麼每一題都你 每一題你都OK的 因為其實我也蠻會變來變去的 好像賣光機很廣 真是難搞 對 可是我後來發現 很多製作公司的老闆 也都有這種特質 好會變 就是剛剛講完 下一秒突然又改變想法了 你員工講什麼 你順著他 把他拿過來變成你的 你常這樣搞對不對 而且同公司還幹那種事情 以前只有不同公司才會幹的事情 就這個team跟我講了一個點子 我說不行啦 唉呀真是的 後來我跟下一組team開會了 欸 我跟你講 你們當中就對了 你們要殺的好不好 剛剛剛剛的乾燥對 員工會發現吧 後來他們 那個 穿以後會發現 這組team聽了我的話 運哥英明 我回去做的時候 另外一組team說 奇怪 你們弄的東西 不就是我們早上跟運哥講的 跟他是閒的跟賽一樣的嗎 你這麼做是為什麼呢 我也不曉得 有的時候是 這個時候覺得這個想法不好 可是過了一個鐘頭以後呢 想想也不錯 你吸收了一下 我體會 想也不錯 我以前曾經 那個我們做了一個節目 因為那時候很流行 那種台灣大探險那種 很多台都做這個 做得好真實喔 然後只要做那個好像都會 他們那種 隧道裡面那個水都淹到脖子 那個李欣文有沒有 他有辦法當探險 對 那個 然後有時候到處 到處都有那個眼鏡子有沒有 他們也能弄 可是我們是綜藝節目嗎 我也是就看那個 那個什麼 類似冒險王那種節目 就是說對 我們現在收視低迷不正 那是因為我們沒有趕上潮流 我們應該也來幹這個 那時候我們主持人是那個 就小豬嘛 小豬 何宇文什麼他們的 喔 壽年兵團 我說乾脆好了 因為反正現在收視有下滑的跡象 我們也來做一個少年探險王 那去哪裡探險 人家那個搞探險王那種單位 是很專業的 很硬的 北中南 那什麼點啊 什麼地方都知道 而且那個安全防護措施 都做得很嚴謹的 而且拍攝那種精緻度 那我們就是半路殺出來的嘛 只管他 看到別人好就要學 有 我就看到有一本旅遊的書 說什麼東部 有一個說什麼白蛇洞 就說裡面隱藏了一條千年的大白蛇 那好 對 不管真假 因為那本也不是專業的旅遊書 我看好開心 我看這是什麼書 封面台灣傳奇 可是那個洞真的有 可是台灣傳奇裡面寫說 我千年白蛇不知道 好啦 我連我都有懸念了 更何況是觀眾 所以我就帶大家去探險 不管找不找得到 你就要製造這個訓練 對 日本節目也 於是我就帶著這群主持人 去了 那個背脊見心啊 那個在山裡面啊 又要溯溪啦 小豬他們都去 對啊 小豬他那個季妹妹啊 何宇文啊 那個歐漢森啊 一票啊 那個洞喔 真可怕 入口這麼小 只能鑽進去 可是你鑽進去以後呢 很深啊 哎唷 那可是人鑽進去以後呢 還要這樣有點像攀眼 往下攀 弄下來 而且那個 那個泥順都是滑的 然後 啪 好啦 下去了 伸手不見五指 一令而來 八隻蝙蝠 就讓人弄過來 小豬沒翻臉 本來喔 本來 本來我背了一個包包 那個包包裡面放什麼 你知道嗎 團長 連肚子 遮一下 遮一下 有肉色的東西跑出來 蝙蝠看還會這樣 我那時候背了一個行囊 背了一個包包 錄影前組 這一組我都 硬哥你在包裡面藏什麼 那麼詭異 我都不講 因為我不想先破梗 我本來擔心那個洞裡面 沒有什麼鬼怪的東西可以拍 那太無聊 我裡面包了一堆什麼 我前一夜去吃羊肉爐 然後一些羊骨頭 然後跟老闆要一些 有的沒的骨頭 我是擔心說 沒內容可以拍 我還打算說 如果真的沒內容的話 就把那些骨頭拔在地上 然後就說是那個蛇吃下去 吃掉了還沒拍 還有辣椒 你真的一直不想連內衣 你真的跟骨頭照片 結果根本不用 欲荒唐 根本就不用 不用撒那些骨頭 因為裡面真的那個蝙蝠 小蛇 綠色的 綠色的小蛇 青蛇 再往底下這樣鑽 那個真的 拍完那個簡直是跟生一場大病一樣 可是怎麼 主持人翻臉 可是我們在一開始 都一直告訴觀眾 有牽連白蛇 我們到後來真的沒有牽連白蛇 後來怎麼圓這個場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們工作人員也有帶一隻鞋 因為不可能是那種真的巨蟎那一種 有一隻小蛇的寵物蛇也是白的 就在鏡頭的時候放了 這教大家一個製作技巧 鏡頭就拍這隻小蛇 那個OS要很激烈喔 天啊 果然有白蛇 白蛇的小孩出現 那大蛇等一下就要來了 大家快逃 拍很近 對 然後這個就一個很震驚的OS 各位觀眾 為了主持人安危 以及節目的尺度 所以千年的巨蛇 無法跟大家撥出抱歉 你一直伸出於多白 他畫面轉黑包 早到五點多 就是一個 一個沒有白蛇出現的白蛇單元 他是怪財 那個最後出現的那個字幕朵朵震撼 就是說警告聲明 本動千年白蛇 但礙於尺度 礙於節目主持人安危 樹無法撥出什麼